这是冰淇淋车 冰淇淋19块13块 这个小车没有租出去 这个小车疫情前后一直开着的 现在可能经营不善就行了 挪在一边黑洞加火 那边升级了个大个 这上面的二层也有很多客人在吃 你可以 但是这个就可以这么瞎火 整个房子没租出去是怎么着 好多小贩 这都说各种闪闪发光的玩意 这保安亭里有保安 之前这保安亭里都没有人的 这回正经八百的有保安 各种热闹起来了 这边有二楼的 怪不得 然后这是冲淇淋吧 怪不得这个酒吧 我一直说我每次经过都看它冷冷清清 就是一个狼里头一眼瞅过去没人 为什么能活着 这个实际是二楼 它有两层楼 二楼可能在上面 你从来没见着过 没走进去就没看见过 所以你只看它一楼前台 你觉得它没人 这二楼可能坐着人了 我说人家怎么能活下来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都没见过人 他这二楼还有一格子呢 可能二楼是正经的 开阔的有点桌子 有点摄几杯的 然后一楼是比较偏前台的那种 所以没有那么多人 而且他可能要的就是那种幽静的感觉 所以卖的也比较贵 有幽静的那些小众的人 能去撑着场场就行 好